这咋行啊 妹头房子收付多少钱吧 得几十万 这边似乎十万 给你那派就托托几年长小都长小好了 你可做鸡头不可风味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大家好 我是小龙小豆豆 大家好 我是好小妮 今天郝姐带我出来逛一下心意 顺便也带大家了解一下心意这种城市 我们现在是在京意的 这种心意 那么你会想要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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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舒服了 天啊 你看这个好看不好看 咱们北方叫啥呀 咱们那儿其实也就是实地公园 秘密王是不是 你说那个东西 对 你看 秘密王 咱们北方的 不知道 这边我跟你讲 然后这里的话是新一大道跟橘山大道中间的一个实地公园 靠新一大道橘山大道 然后是房子 然后中间就是这某一线公园 这个公园大概有多长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没统计过 从贵甲中心那里孟乐城门口就开始的 那这个平常 从孟乐城一直到广发底上城 还是点长嘞哈 我下去这些 哈哈哈哈 你看这边这边树呀 这个季节 你看起都开始长新叶子了 你看这些尖尖的叶子都好嫩好绿 现在那边是柴入冬啊 这边就又长新叶子了 你知道不 这边一月份残业都就上市了呀 东东你看这边以前的话全部都是良田水果呀 还有批发市场这块 这边全部都是这两年才建造起来的 我记得我2011年来兴益的时候 这边全部什么都没有的 就只有三包包那边一小小点东西 哎 这边有个贵阳银行 这边是金融中心 还有贵香大酒店这边啊 东西种类比较多 居住的话特别好 你看今天的太阳舒服不舒服 现在11月份的天气 今天点好热啊 哦这种天气适合穿裙子个短袖哦 哈哈哈 因为这边11月份的天气差不多都是20多度 过两天冷嘛 也就是十几度 穿棉袄嘛 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基本上很少嘛 你看咱们西安那边这两天好冷 所以说呀 你赶紧到这边来啊 哈哈哈 咱那边现在看不成了 咱们都是个护美 哦对了 这这条路的话是橘山大道 新叶这边有四条道 万峰大道 橘山大道 星叶大道 马岭大道 所以说呀 真的这边天气太舒服了 然后又好过 你看咱们那边都是光吐吐的 你看这边的粒子 看两边都是舒服不舒服啊 就太阳照在脸上就感觉夏天的感觉 你坐在窗台上呀 坐到往外面晒太阳 然后你在树底下那种凉快的感觉呀 特别特别舒服你知道不 这两栋楼还是相对在这边 建造的比较久的 已经有好几年了 你看前面的话 那边是一个皇冠大酒店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一个福康大酒店 前面橘山广场那边的话 是星叶是最中心的位置了 这边是惠景中心 惠景高 对对对 星叶最洋气的建筑 哈哈哈 这条路是啥路啊 星叶大道 哦星叶大道 对现在是土干的 那现在你刚才说那个一顺年那就是一千多 现在多少钱 呃现在四千多了 四千多就是装修好的 应该五千多都可以买得到 这是CBD呀 六十多万装修好的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因为这边房子的话就有七八年的那个时间了嘛 你看这边的话是一栋写字楼 它是全城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建筑了嘛 这里边就是美食城 里边商品呀啥都有 吃喝玩乐住一体 这边有几个酒店 然后这边的房子 你看前面是外户会 然后这边是孟乐城 这边是大商会 那这房子有啥不一样的 我我跟你说吧 其实大家就看自己的舒适度 四中心刚刚大陆发对面那边 两千八可以买得到房子 三千二到两千八 不过那是大理石的 没有绿色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真的这边居住的话很舒服 像在咱们西安的话 那边首付一套房子是多少钱啊 这样是全款首付吧 哈哈哈哈 哎呦那就散了 不要在南北那边了 这边生活节奏又慢 呃然后生活节奏慢 居住感比较舒服 居住 咱们那边先啊 现在它属于新一线啊 嗯 可能就是发展上啥的 就是比较快嘛 然后比较好嘛 对 然后这边现在是几线 哎呀这边五线嘛 但是很快应该升四线了 我绝对有信心 哈哈哈哈 高铁已经在建了 明年后年差不多就通了 直直的上去 对对对 你看到那个三 那个房子那个高位置 差不多一到两公里的位置 有高铁在嘞 这边通高铁的话 到贵阳的话 四十分钟吧 三四十分钟 这边好多的那种大落地窗啊 这是哪 这是哪个小区啊 这房子里 这个是繁华里 这部分 这还没有我们小区贵 啊没有你小区贵啊 对啊 这比我们小区便宜 三千多万卖价的时候 四千 四千零一点 哦就以前哦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大的这个阳台 我的妈呀 这落地窗看起来好好的 才今年交房了 你知道不像这些房子 三千七八三千六三千八左右 卖的时候 我那年买房的时候 我记得也就是这么价格 心里的房子不会太高 就是说看高铁起来的话 会不会涨价 我觉得高铁通话 有可能会涨价 你看这边夏季的话 我三十一度嘛 因为我三十一度呢 最高最高的 今年好像有一次破了 记录是三十二度 好像是一天时间吧 就中午了一会 你别开玩笑吧 我们那边今年四十多度 哎哟哟 不能比不能比 你看我们这边绿化 然后右手边进去是公园 我们这我们这小区 这是我们小区嘛 嗯 我们小区旁边那里是公园 这边小区两侧 你看这两两边的楼房比较高 你们小区呢 那个那个那个 那摄氏也太齐全了吧 很齐全啊 啥都有 那像别的小区那摄氏 你们小区是齐全吗 哦没有 就是后面有的小区 甚至要齐全一点 因为我们小区 当时是打造的 年轻人的一个社区嘛 前面这边 过一个路口 五分钟差不多 十分钟就可以到机场 这条路叫啥 呃 这条路是 新一万峰大道 然后背后面是机场嘛 差不多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 然后往下面走 看前西兰州人民医院 然后新一有三所三甲医院 三所三甲医院 对 那么多 对啊有一个中医院 有一个中医院 还有一个四医院 这边就是医院门口这一条大道 你看 哎 然后右手边进去就是医院了 哎 这边是前西兰州人民医院 等 你看 东东 我想来小医哈 你还在咋这边行医这边卖一套房子 为啥你看你走这多地方呢 实在人生就能了三万多钱 啊在这边生活节奏吗 空气又好 嗯 你看十一月份去前期 二十多都去问楼 做师傅 这咋行啊 卖一套房子多少钱吗 收付多少钱吗 对 几十万 对啊 这边四五十万 给你安排去托托姐姐 长袖都长袖好了 你吵啥行的 你直接我去执就得了 呃 有句话是咋说的嘛 你可做鸡头不可风味 好不好 我记得你在这边咋点一下我擦月季 啊有个烙箱 在这弄八截这些日子里 非常适合你 NICE 看着下面几只家有您见过吗 哈喽各位 我现在在贵州 前西南 回来以后呢 因为是从地方减地区过来的话 要三天三减 今天我过来看一下陈叔 发现他们还在 那边两个大树还在这里啊 看来这个地方他们还是很喜欢 然后我又发现又多了好多的车友呀 陈叔真的是太热情太客气了 那这你回来 呃那个人叫郝姐 给我挣的大包子 然后这陈叔弄的饺子 看我这像脖子 这个大饺子 我感觉这次出来好像 只有在郝姐家吃过 就算是第二次吃了 尝口 烫 但是有鲜色 要能吃我给你倒一块 好吃不 啊 我吃过快了 好吃你这个 陈叔你这个馅里放的啥料 那么香 这是这里的猪前腿 呃 我我我我问了我老师要是包饺子 你们这里的肉哪一种最好吃啊 他给我切的 我发现这块本地肉其实还挺好吃的 你这里面放的啥料 这么香啊 我自制的五香粉 呃 还有这个白芝小茴香凉姜粉 呃 嗯 这个都是八样了 我这是九香粉 还有一样 我是把 大红袍打碎 拌到里面了 特香 刚刚开始我还 一说大红袍 我突然想到那个火锅底料 然后里边有葱姜蒜 嗯 嗯 还有这个 小沫油 我都带 带着吃还没吃完呢 我又买了五斤 哇五斤啊 我现在的吃饭就是 要么都是炼的大油 穿三分之一的大油 三分之二的小猫油 要么就吃小猫油 我别的油现在是一概不吃了 特别是街上的油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油 吃着反是脂肪酸的 对肝脏不好 所以说我这个年龄都是非常注意这个 很讲究养生 必须在讲究了 我这个天楼水的面子吧 压下来 刚开始正好包着包着都硬了 你看这个含水 要不这样就天楼水压 包不成 现在他们正在悠闲的都是饺子 再多的馅子也不用再挑掉了 多少都能包进去 我就发现 刚才你那个 你看 不是那种直接弄好的那种圆皮 原来我是用不锈钢圆的去认这个饺子皮 后来我发现 这种切的方的包度特别顺手 大叔自己研发一种包子 不管这个馅子有多少 这个馅子很多了吧 是吧 你看看边起一包 中间一桌 一收口 想捏花样了也可以 就就好了 小事 从海南回来以后呢 然后还是放心不下 之前这个停车场这些咱们的老朋友 所以回来看一下 这两个大叔还在 现在又新增了好一些的咱们的旅行者 看一下 大叔旁边又新来了一对那个天津来的福福 这个还有在那边 又有几个C型房车 还是拓转的 都是拓家带口 那边还有B型 还有一个 还拉着一个拖挂 在那个地方 好久了 买一块这个110瓦的 现在不切电了 现在 你看 用这个大的电宝做饭 茶瓶的水每天都烧满 还用这个电池炉都可以用了 看一下 这陈树先先加个板是吧 在哪 加个板在这边呢 丑丑丑丑丑 这一个板解决大问题了 就缺了那么多电 哇 这一个板你在网上买多少钱 300多 300多 不过我是双十一比较便宜 哈哈 我们都会往够 就这个 你看我现在卡式炉放一边了 这个清手弄的 看到了 就这个灶吗 对 这个炉子特好用 火大是吧 火大 均匀 还是省气 省气 嗯 还便宜 哈哈